今天教大家用土豆做一道又酥又脆的笑脸薯饼 家里要是一个孩子,一个土豆就够 切成厚片,放入蒸锅,上气蒸12分钟 然后用擀面杖压成泥 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 再来一大勺玉米淀粉 揉成不沾手的面团 再用擀面杖擀成筷子厚的大饼 扫一个不用的油桶盖 用力压到底,做成小饼 再用筷子点上两个眼睛 用勺子做成笑脸 为了你家孩子心情加深的时候 也得惦记他吃没吃饱是吧 做好以后,用刀或者刮板刮下来 放入盘中备用 油温烧到五成热 调中火,咱们就一片一片下锅炸 一次全部下完 炸到金黄酥脆,捞出来装盘就行了 再配上点番茄沙丝 老弟主要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如果哪道是你喜欢的 麻烦给老弟点个双鸡 有不懂的,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,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 吃